今天要吃飯的地方非常的特別 因為是我們竹北市長的口袋名單推薦 推薦的還是一家無菜單料理 什麼是無菜單料理我也沒吃過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看一下 到底什麼是無菜單料理吧 那我們這家餐廳你知道這是什麼名字嗎 牧人茅盛 我們就這一道好了 烤丹 我知道穿洋菜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跟那個東坡肉很像 有像 有像是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其實料理的方式不太相同 吃起來的口感跟味道也不一樣 吃起來都非常好吃 好 下一道 這是我們的芋頭爺鴨餅 所以從名字上面來應該就是有鴨肉 這個醬汁是不是特製的調的啊 都是特調的 小當家的特調 小當家特調 所以老公就是小當家 對 怎麼樣的一個製作過程啊 他是用那個我們鴨肉 我們是使用芋頭鴨的部分 然後去做就是巴絲的部分 然後去混合我們的芋頭泥 然後包含南瓜黏 他的那個芋頭香氣 其實去對比出來 這道菜是混合南瓜泥起來的口感是非常溫潤的 對 可是吃起來非常的酥香耶 對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個人關於吃東西 我非常愛吃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蛋 沒錯 蛋控 我一天最起碼真的 這個10顆蛋 10顆蛋 10顆蛋啊 最起碼都10顆蛋以上的 這一個可以給我介紹一下嗎 黃金蛋對不對 黃金蛋 其實這道菜會發想的過程是為了小朋友 因為來店的客人其實蠻多是親子 小朋友最怕吃的是什麼 就是青菜了 青椒 青椒 青菜 這些菇類 他們都覺得這什麼奇怪的東西 味道很難接受 但是當廚師去推出這道菜的時候 其實幾乎上桌是秒殺的 這一道是我們的梅子煮魚 今天使用的魚是海鱸魚 那我們的魚貨呢 都是就是廚師的爸爸 然後親自出去手釣回來的 我們的魚貨真的是都是隨著季節 對 然後去做更換 我一吃這個魚 味道好不用多說 一吃就可以吃得出 釣它的人姓什麼 姓林 對吧 對 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我們小當家廚師 我們的廚主廚最喜歡入菜的一種東西 水果 是水果跟著魚一起在下面煮 醬汁 醬汁 OK 就是水果入菜醬汁 然後去跟魚肉一起混煮這樣子 最後面 一道湯對不對 對 湯餅的部分 這是一樣的 跟這個魚是一樣的嗎 是一樣的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是一種魚 然後不同的亨煮方式 對 所以這個湯 它本身呢 就是你知道好的食材 簡單處理就會有最好的味道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樣子簡單處理一下 就可以喝得出鱸魚的一個香味甜味 因為廚師就我知道 一個人 對 所以大家要耐心等候 但送上來的料理 就我今天親自試吃過 絕對不會後悔 好不好 那我們就歡迎大家下次來新竹玩的時候呢 順便來這邊吃 吃完了再去玩好不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